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4年4月5日星期五 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 时间定到了4月8号吗 这是黎巴嫩 他们那边消息都非常灵通 几家阿拉伯媒体报道 说就在这一天伊朗准备向以色列实施有限的报复 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耶伦基本明天快到北京了 到北京这次来干嘛 四个字 先礼后兵 一会儿具体给大家解释一下 另外说到拜登这边放下电话 那边就下狠手 周一马上就奔荷兰 就要和荷兰商量 怎么断来区分哪些东西的售后服务就给中国停了 这事是非常严厉的 另外和韩国这基本上已经都商量完了 说到经济学人有这么一篇文章 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困境整个停滞了 习近平搞了个什么新制生产力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计划 现在想通过这种投机取巧来摆脱经济的困境 是完全不可能的 错上加错 另外呢 有这么一篇文章吧 给大家介绍呢 说中国正在走进当年苏联的陷阱 咱们看看它说什么呢 节目开始 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 先说台湾 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所谓最新的 这也是我之前准备的 那个时候看到的 到现在为止呢 台湾还是十个人遇难 这里边呢 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失联的人呢 突然 受伤的人一下呢 发生了暴增 受困人数突然形成了一个暴增 说华林地区整个是10人死亡 1099人受伤 受困的人数昨天说的是1001人 结果到下午的时候一下暴增了7倍 主要是因为呢 在山里边有一个天祥精英酒店 另外呢 还有一个天祥活动中心 那儿有很多人 另外呢 整个山里的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人 总共受困的人数达705人 这里边呢 有一些矿场的人成功的被安全撤出 但总共大概有六七千人这么一个规模 需要往外转移 我看到有一个酒店呢 人们在里边 好多都是外国人 都是土 应该说也经过了一宿的煎熬 都在那儿 还挺乐观 还比着手势什么的 无人机过去都基本找到了他们 那就这么拿飞直升机往外运 这得运一段时间呢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非常艰难的 另外呢 现在这里边有15个人失联 这里边还有一个加拿大人 这个呢 还没找着呢 另外有四名澳洲人 救助俩了 还有俩没发现 另外呢 还有两个新加坡人 还没有找到 这里边失联的 有的应该还行了 但是有的在那爬山的 或者是在野外 在里边野游的这些人 应该说这次的伤亡率还是比较高的 一家三口去了 最后把先生给埋在这个石堆里了 太太和女儿跑出来了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现在整个的情况还不容易 但是呢 令人欣慰的是 整个在城市内 这个我们原来是担心地震 那么多房屋会不会出现大的倒塌 砸死压死很多人 这次好像还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比较幸运的了 没说吗 这就是台湾的基本功 昨天上演了一件事呢 把台湾人可给恶心坏了 在联合国呢 发言的时候 中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 这大家都熟悉 原来就是国务院发言人嘛 在那发言的时候呢 竟然代替台湾 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关怀 这里边那些 那就别说了 那里边说的那些话啊 他大言不惭的代表台湾 我替台湾谢了 凭什么呀 你是谁呀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有很多台湾人呢 基本用拔个字啊 来形容他 寡怜贤耻 令人作呕 基本就这拔个字 咱们也就不骂他了 他这么恶心 这个我们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 但没想到无下陷恶心到这种地步 这个也是令人发指啊 这个是太有意思了 另外呢 说到日本 日本呢 昨天我们讲 说到日本啊 很多艺人啊 很多新闻人 都已经开始动员起来准备给台湾募捐 当然呢 这里边也取决于台湾受灾的惨烈的情况 如果情况特别严重 那募捐肯定是铺天盖地 如果现在看有点清拿清放的意思 那募捐也这风风火火的展开了 很多艺人都带头搞啊 不到一天的时间 三万两千六百多人就参与 总金额已经将近九千万日元 大概多少钱呢 四百多万人民币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还在继续 另外还有另外的两个基金也在开始同时募捐 那个数据他们还没有掌握啊 应该说呢 这个募捐包括一些饮用水啊 食物啊 药品啊等等 包括一些帐篷 很多的救援物资 这日本政府还没出手呢 我估计这一两天啊 他得根据你台湾你大概需要一些什么 人家马上就会来帮助 所以说日本这次也是真够意思 很多人都讲说日本人就直接在下面留言 这次轮到我们了 什么意思 前一阵 那不是地震啊 或者是啊 这个日本赶上的时候 那么多台湾的弟兄拼命的捐款帮助 现在呢 哎 这次轮到我们来 回馈来帮助台湾了 说到下一条呢 现在很多媒体都对台湾这次的表现 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昨天呢 我在我的节目里啊 予以了高度评价 一看大家 在这方面都是有共识的 我看有媒体呢 认为台湾 他这种建筑 你别看有一些老旧 但还是有严格的规范的 是拥有世界级地震观测体系 同时呢 看到民众的表现 应该说呢 非常普及的推行了 地震安全的公众教育 建筑 观测 另外呢 民众 这三条都是硬指标 认为台湾这次做的都令人赞赏 令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有在台湾的一位朋友讲呢 说这次啊 令人感受最强烈的 就是台湾展现出来的一种韧性 以及良好的民众的素质 说到这次大地震以后 和民生密切相关的水电器 地铁公交 基本都没有中断 说到台积电 大伙一看要震动世界的呀 要耽误大事的呀 转天人家就恢复到了七八成 问题基本不大了 没有严重的影响世界经济 在台北 它震感也比较强烈嘛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捷运呢 各方面是有一段时间的停止 导致 你看早晨八点多钟嘛 导致大批上班的人 堵在捷运站 堵在公交车站 上不了车走不了 但是呢 有很多人在现场拍 人们就在那默默的等待 没有人吵闹 在那为什么 在那闹啊什么的等等 没有 大家都非常耐心的 在那等着 然后呢 打电话呀 包括查一些资讯呢 大伙呢 也保持了一种非常高水准的礼让 有时候 你挤嘛 互相碰着 大家呢 也都非常的谦让 非常的礼让 所以说这个呢 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 啊 这个文明水准 应该是令人赞叹的啊 所以说这次台湾 无论是各个方面都表示出了 表现出了一种水准 另外说到中国方面的一些反应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我大概两三个小时刷的时候 整个五十条微博 关于台湾地震 一条都没有了 现在呢 我看跑出一条来 说政治化受伤 这是唯一的一个和台湾还有点关系的 我现在点开我看看他说什么呢 说摔倒伤得不轻 那大概是不是跟地震有关 这就不知道了啊 说反正就是发新专辑 突然摔了个跟头 我估计跟地震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呢 作为微博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民众 已经不再关心了 还是中共呢 把这所有的东西都分控了 不让大家关心了 那这个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啊 但是你看到的所谓的热搜 已经消失了 当然呢 中共官媒也讲 他们封了一些在里边幸灾乐祸的一些账号 说到这次呢 一个日本 一个台湾啊 这加上如果再有美国的话 这就齐了 你说到当时火车出轨 有一些化学品怎么怎么样 在中国引起了一片沸腾 太高 太欢乐了 基本就是这么个状态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这次呢 总体上大面还凑合了 但这里边呢 发生了一个趣闻 说这个台湾发生地震的时候 就在这天啊 温州呢 有这么一个中学 那孩子们有震感就往外跑啊 结果呢 把操场什么的都给锁住了 结果呢 上千学生就困在一个楼底下的一个小广场上 就走不了了 然后呢 这个老师呢 就让学生们继续上课 老师自己跑了 然后把学生们都留到教室 结果学生们一看那得往楼下跑 大家就跑到这个小地方在这挤着 发生了踩踏事件 有同学摔倒 有的呢 受了一点轻伤 那这学生们一看 这老师都跑了 最后把我们搁这儿 然后把大门都锁起来 你这什么情况 好几千孩子啊 结果有那孩子们都有手机啊 把这个都给拍下来了 那边地震这边乱了 加上温州的火车站 加上杭州的火车站等等吧 他们取消了很多的火车啊 造成了大面积的拥堵 那人们在里边拼命的嚷嚷 你看人家台北 人家是直接受害者 人家大伙都安安静静的在那等待 结果这边全都急了 你看到这个中学 你在相比于台湾的那些护士们等等 人们那种精彩的表现 你就知道在专制制度下 和在民主制度下 有没有啊 这种个人的人格 有没有啊 为这些学生们服务的这种态度 那好家伙 这要发生在台湾 校长把学生的门给锁上 不让学生走 那你这校长就算别干了 你就是好 能把你祖坟给你挖了 那还得了了 所以说在这儿啊 你两个社会的状态 能看得非常的明显 说到台湾呢 今天啊 就给大家简单的地震方面吧 介绍这么多内容 明天呢 有更多的消息 再给大家汇报 重点说一说 马英九 说说国民党 马英九呢 参加了皇帝陵的祭拜活动 这不是献完花吗 最后呢 人家注意了一下 结果发现 他的这个花篮 摆在了省委书记的后面 这个让人是有些百感焦急 说到当年连战 那见了胡锦涛以后 所到之处 他也记祖去啊 啊 家伙连爷爷啊 怎么怎么着 到哪呢 地方 好小狗子似的 跟着他 那个伺候 真当国家领导人啊 但不对啊 马英九比连战的级别高啊 连战当初是副总统啊 是前副总统 马英九 是两任的前总统啊 这情况能一样吗 所以说呢 你能看得出来啊 这次呢 尽管是习近平亲点 马英九到这来 然后呢 下礼拜到北京 大概呢 这个要 那叫什么呢 叫会见吧 也不能叫会见 召见啊 召见 马英九 但是呢 底下的地方领导 还是比较怠慢 整个中共这边 说白了 真没拿他当回事 说到过去 中共是非常讲究 做次讲究这种排名的 那马英九 过去和习近平算平起平坐 怎么也应该排在 你省委书记的面前 所以说到这儿呢 人家基本 就真拿你当 前省长了 所以说呢 那离连战呢 是远远的不如 现在这么看 整个的待遇 连洪秀柱都不如 洪秀柱原来是国民党党主席啊 所以说这马英九啊 四个字 情何以堪呢 但是呢 因为马英九 这个起到了带动的作用 现在国民党高层 掀起了一个大陆潮 我综合了一下 有这个媒体给统计啊 郝龙斌 四月十一号上河南 那儿有皇帝故居 参加一个祭祖大典 四月十一号 五月份 王金平去山西五台山 去文书菩萨的道场 到那儿去参拜 然后五月份 李乾隆也去山西 参加神龙大帝的祭拜 然后之后是洪秀柱 去杭州出席海峡两岸论坛 这帮人不够他们忙的啊 一拨一拨的往那儿跑 那你国民党老这样 这玩意让人一看 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结果那个大忙人啊 那个最在里边起沟通作用的 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 被招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干嘛呢 让他去参加美日台三边二轨兵推 参加这么一次兵推的演习 来吧 你来看看来吧 那夏立言是个什么人 难道美国和日本不知道吗 那当然知道了 但那就是个 啊 和中共两边啊 按通缓取的一个主要的联络管道 那为什么把他叫来呢 有专家分析呢 大概美日有这么几个目的 你来参加一下兵推 我们也给你展现一下实力 让国民党也让你们这些啊 卖台的这帮人 看看美日联盟的强大 我们是真管 在兵推里边 美日肯定要下场 要参战的嘛 我也让你看看 那是个什么景象 啊 来展现我们打败中共 亲台的决心 这事让你看看实力 另外呢 当然 让你白看啊 讲干道书 你得去当那个传声筒 你得把你看到的 我们要干嘛 我们这美日联军 有多么的强大 你得告诉国民党 同时也告诉 对边的对面的中共 不要轻举妄动 你弄不过我们啊 这个呢 专门我把底都透给你 然后当然啊 你看完了以后 同时也要告诉国民党 在立法院对 所有的啊 台湾下一步的军购案的等等 你们要放行 同时对什么潜见国造啊 对于什么下边说的无人艇 智能水雷这样的杀器 你不能挡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 等于他把这一个 我估计很多台湾的民众 都知道这么一个啊 联络官啊 专门喊到美国去 我让你看看这兵推 我们展现的是什么 这个可是非常厉害的啊 所以我想这一点呢 这这这以前是没有想到的 来吧 咱们说说日本 日本气象厅表示呢 在4号 他们也发生了6.0级的地震 后来我看有那个视频 晃得也挺厉害的 但是呢他们因为震源比较深啊 震源深度是40公里 所以说没有发海啸的预警 也没有发布任何人员上网的报告 但是在东京是有震感的 这最近就这嘎嘎地方啊 就不知道是怎么了啊 这块呢今年是不太平 这儿震完了那儿震 这怎么回事啊 所以说看阳这事还没完 另外呢一个新闻 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 现在是国务院的2号人物了 说到岸田 下周访美和拜登呢 将历史性的升级两国的安全关系 这里边包括共同开发国防物资 他还透露这里边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原来那个美英澳三国搞的奥库斯集团 下边可能会吸引吸纳更多的印太的伙伴 下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日本 就是希望日本加入到奥库斯集团 以后就不是三国了 就正式是四国 那日本愿意不愿意 日本当然愿意 可是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 是日本国内的宪法 奥库斯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一个军事组织了 那日本来加入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 大概在国内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现在美国啊 这三国已经张开怀抱 来吧我们需要你 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 另外呢说到日经亚洲 也是援引了一个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 两边呢拜登和岸田在访问的时候 要把两国的国防工业要拼在一块 要专门进行一个全面的合作 现在呢就光给美军修绣船啊 做一些船只啊各方面的维护 不行了啊 以后未来 为什么历史性的提高两国关系 共同的生产弹药 生产飞机 生产舰船 两边全面的合作 有专家认为呢 对美国来说 在日本生产弹药 岸田要在多少个岛搞多少个弹药库啊 好像搞150个 我忘了啊 搞多少个这样的弹药库 它就要在那存着 那直接就在日本生产 然后你就直接在那存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军是不可能在日本生产这么多东西的 都得从其他地方运过来 那现在很多东西 现在乌克兰也用 现在以色列也要 啊 它的数是不够的 那怎么办 整个日本在这儿生产这场未来战争所需的所有的弹药 这为谁 就是为了中国 我不能舍尽球员 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到日本来 然后在这儿储存 你就就地生产吧 为什么 这些东西就打算在这儿用 这个可厉害了 这个啊 这个可是对日本的一个重大升级 不但是赢得了未来战争的时间 同时从全方位武装日本 这个日本这次可来了一个大松绑 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 也就是说未来 如果习近平在所谓的2027年去攻击台湾的话 那他面临的将是美日台韩飞等联军的联合的反击 而且弹药就日本做的 这就是现成的 到那时候真的是可能让习近平的舰队血染台湾海峡 整个的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以及东部沿海的空军和导弹基地 也可能全部给你干掉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加上这奥库斯啊 这海底下这些潜艇 这些东西 这些打击力量 所以说呢 现在整个人家部的这个大盘 如果把日本给放成这样 那日本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了 这是非常凶猛的 说到岸田呢 最近我们老夸他 也得到了日本 在那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认同 他认为那岸田确实是有点净水深流 有点深不可测的这么个人物啊 这个你看着他好像不坑不哈 但这个人在底下下手还真是挺狠的 结果最终的消息呢 那那党内通过这个吃饭 这个餐会 然后呢募款完成了任务以后还富裕 那怎么办 大伙自己就拿起来了 说到这个那就是贪污啊 你这个等于没报仗 没走名仗 这个呢 怎么安倍派呀 什么二接派呀 好几拨人啊 都犯了这样的问题 那管还是不管 或岸田一下 昨天处分了相关议员39人 一下把安倍派在众院参院方面的 一把手 严鼓励 市庚红城等等 做出了劝退的处分 你退党吧 自民党不要你了 另外呢把这个安倍派下属的夏村和西村 这西村原来还是内阁的一个大臣呢 停党职一年 就是不要你了 就是党员资格停一年 另外高木义 这原来也是重将啊 也停止党员资格六个月 另外把二接派的总务长啊 也给停了一年 所以说这家伙这一下 这不是一般的开闸 下手是真狠啊 把原来都是很著名的这么一帮人啊 这就这么给办了 那位市庚在处分宣布之后 马上提交了退党申请 立刻就被自民党受理 你退吧 这下等于原来安倍派的五个大将 基本就都携菜了 这家伙这岸田啊 你别看他不动 这这这成天小眼 迷糊的 你看着他挺和善那么个人 真急眼了 这一动手那就叫连根拔气 这还是真凶啊 咱们简单看看日本的股市 今天可是出了大事了 现在的日本股市一口气跌了将近一千点 现在是跌了980 跌了2.46 现在整个全是一片绿 这个美国好像是稍微涨了点 那些基本平 然后呢是上证什么的 大伙一块都在跌 恒生什么的全都在跌 日经怎么了 日本发生什么事了 也不是因为这事 它因为什么事呢 所以说这个啊 跟我们之后讲的这场中东可能战事要扩大 是不是有关系 这都是绑在一块的啊 一会儿呢 这网页我留着啊 咱们一会儿看看今天能跌到哪儿去 现在已经跌了将近一千点了 这家伙是出了大事了 另外说到呢 这个 这是谁定 啊 纽约时报啊 他搞了这么一个民调 这是由美国商业信息咨询公司 Morning Consult 叫早间咨询啊 这么一家呢 他定和纽约时报联合搞的这么一个民调 他调的什么呢 就是西方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中 谁的不满意率最高 不受欢迎度最高 他呢搞了这么一个排名 这不是什么光荣榜啊 结果呢 大家猜啊 西方的这几大国 现在最不受欢迎的人是谁 那毫无疑问 就是舒尔茨 那马克龙最近表现的 这可以啊 那马克龙小马成绩是不是好一点 倒数第二 舒尔茨呢 不受欢迎程度是73% 马克龙呢 是71% 另外呢 这个所谓的西方国家了 尹熙悦也排在里边 是70% 然后岸田和英国首相苏纳克 两人打了个平手 都是66% 那加拿大土豆呢 土豆还可以了 土豆呢 它的不受欢迎程度是59% 和这几位相比 土豆还算不错的 那老拜登呢 老拜登的不满意的受访者的比例 是54% 那有好点了没有 就是不满意度没过半 那就说明满意的比不满意的多 这里边掉了半天 只有比利时首相 叫德克罗 他还可以 他只有46% 那说明满意的应该还是占多数的 为什么这么不满意呢 主要呢 四个方面 一个是通胀 人们的钱包都别了 另外呢 这场乌克兰战争的表现 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 移民呢 等等这方面的原因了 这个呢 是大家很不满的 最后都转向支持 又一正当 你看啊 刚才这里边 舒尔茨 社民党他本身就是偏左 中间偏左的 马克龙 中间偏左的 尹熙悦算是保守派 这先给他搁一边啊 他和岸田和苏拿克 他们仨还行 土豆应该是中间偏左的 也就是现在支持率最低的这两位 都是中间偏左的 而且都有移民的问题 这一点是比较严重的啊 当然只要有大选 我估计情况就好不了哪去 下边呢 简单说说北约 北约呢 开了一个外长会议 这算是一个大会了 北约成立75周年 这算是个大日子 逢五逢十嘛 然后今年7月份呢 北约这32国要开领导人的峰会 总理啊 总统大伙都奔美国 本华盛顿 那这次一去 大家很高兴啊 大家合影吧 你想这一个大日子 那个咱们不管了 就说这一次呢 还是产生了一些争议 本来开这次外长会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提议 大概提了三件事 要在这次的外长会议上要讨论 第一呢 就是在德国内空军基地 拉姆施太因 武林大会 每次都是决定给乌克兰送多少武器呀 等等 大家往桌子上拍 要夺权 不能让你美国管了 要要北约 我们来秘书长来亲自管 为什么 防川普 老你管 你的国防部长在这说了就算 那未来 如果是川普当了总统 那这个拉姆施太因会议就被你劫持 那我不行 这是一了 第二呢 斯托尔滕贝格 这不是说了个一千亿吗 大伙呢 三十二活 有钱的多出 没钱的少出 大家呢 给未来五年 要筹备一千亿美金 这个是一个战争基金 第三个呢 那就是 如果美国要是将来退出北约 那欧洲防务 我们要搞一个核保护伞 我们要自己商量 那核国 那就是法国 异国 英国 英国也算吧 那就是欧洲 那不是欧盟了 算欧洲 那德国没核呀 那法国就得保着德国 英国就得照顾着德国 那没有美国的话 我们自己得想办法 这是本来大家讨论的 提出的这么几个问题 那开完了这个北约外长会 最后的结果呢 这帮人啊 也弄不清楚谁是老大了 你们要造反啊 美国呢 在这里边做出了表态 首先第一 沙利文直接讲 美国不能向乌克兰 一下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这个很多新闻 今天都报了啊 因为呢 担心俄罗斯会对美国进行核攻击 我突然把什么300公里 大炸弹 然后把F-16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扔出去 最后呢 战争一下 两边到质变 那时候谁也好不了 沙利文呢 是害怕这个 这个呢 让很多人都拍桌子 都骂街啊 你想他关着门呢 大伙你这什么态度 他就这么说 然后呢 讲啊 那基本的原则 美国拒绝和俄罗斯直接发生冲突 向法国带头要往那派兵什么的 坚决反对 那乌克兰的天空谁来保护 没辙 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他储备的任何的飞机 那现在F-16那都是荷兰的 那都是丹麦的 大伙给的 他自己的他不给啊 然后呢 那300公里远程导弹不给 同时明确讲不支持 也不允许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 就那天布林肯在法国在那说了这段话以后 现在到现在是两天了吧 还真没有 这两天乌克兰还真没动 你说管不管用 他真管用 他明确讲 然后第三点呢 明确驳回了 由美国协调的拉姆斯坦英会议 转交给北约 我不同意 那你没辙 这事就谈不成 你还得让他管 这个你甭管未来川普川普 这个你没关系 这事就我说了算 然后第四个 你说的什么一千亿欧元什么的 知道了 这事呢先搁着 以后再说 那你说怎么弄 好不容易大伙呢 想在这会上 刚才说拱这么几条 结果美老大到这来调调否 那你说怎么着啊 那你也看不出个量来啊 所以说现在呢 包括马斯克最新又讲 他呢也看到了一些内容了 说乌克兰真的是有可能在五六月份会被打崩溃的 就出现了这样 为什么一会咱们在后边还有讲呢 说到四月九号本来说约翰逊 那不是美国可能要表决吗 又吹了 拖多长时间 可能拖几周之久 那五六月份 俄罗斯可能就开干了 整个的夏季攻势就开始了 美国这边还没表决呢 连门还没有呢 你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大家想 说到这里边呢 那美国说这个就完了 德国现在是美国在北约最坚定的支持者 德国现在跟美国一样也分裂 现在德国外长和副总理 这俩都是绿党的嘛 坚决支持乌克兰 可是总理舒尔茨是一步一驱紧跟着拜登 你拜登说啥我就跟着你 然后呢 现在法国和这些东欧国家 中欧国家是乌克兰坚定的支持者 可是对不起 在这三十二个国里边 没你们说话的份 你们的话语全不行 所以说呢 这北约会议开了半天 基本上给大家总结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呢反正情况不是特别乐观了 来吧 那说说美国咱们还得说说川普啊 川普呢在佛州宗旅城 他搞的这个募款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现在为止呢 统计已经到了四千三百万美元 前两天那仨老哥仨弄了多少 两千六百万吧 川普弄了四千三 所以说呢 共和党保守派的金主 他们有钱人是多的嘛 开始给钱了 这你不给钱也不行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初选 共和党的候选人就是他了 那所以说你不给他给谁 另外呢 那个有一些草根民众 这里边的激情还是在的 这里边一下给到了这么高 让川普失其大任 这个呢是有的啊 另外呢 这边是好事 但是那边呢 川普是遭到了一些小的挫折 川普试图撤销三个刑事案件的请求 都被不同的法官所拒绝了 你比如说关于封口费 这个昨天讲了啊 这个呢 我有总统豁免权啊 能不能拒绝审理 最后被法院拒绝 这个昨天说了 然后说到这个福尔顿县 你比如说说到干预人家大选 乔治亚州的这个县 这个案子是非常致命的一个案子 川普的律师呢 以言论自由为由 就说这个呢 我川普跟那个周五卿聊几句 我就干涉大选了 我只是说了说 对不对 我没具体干什么呀 结果以这个为由 能不能取消这个案件 也被法官斯科特给驳回了 另外呢 还向南佛罗里达州 有一个法官呢 提出那个文件门 说这文件都是我自己解密了 都是我私人财产 这事能不能这个就别审了 终止这个机密文件的案件 结果也被那个勘定法官 这还是他自己任命的 那位女法官给驳回了 所以说呢 到现在为止 这三个案子啊 当然还要等着最高法院的 那个总统豁免权的 最终的一个说法 但现在川普在这几个分支里的努力 都失败了 这个呢 哪个也没搞成 说说川普的股票 我看今天到什么程度了 还在跌啊 今天呢 是跌了5.45% 现在呢 昨天说到那天是51 昨天49 今天跌到了46.15% 跌了两个多美金 这个呢 我们会一直盯着他啊 这还在跌 为什么呢 说到整个的股票 和原来那个皮包公司的合并 这个呢 是出了一些问题 在整个的并购案中 传出了内线的交易 在里边参与的两个男士 这已经正式认罪了 这里边什么诈骗罪啊 等等等等 应该说传出了一些负面的新闻 股票跌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啊 这个咱们不是太了解 也就不特别说的了 这两天呢 各大媒体都在报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是很厉害的 川普呢 是遭到了一些小的挫折 凑那五个多亿啊 等等啊 凑了1.75亿 好像还出了问题 这1.75亿 法官可能审了审 一看这有毛病 可能还不太接 你还得再想办法 这事呢 咱们按下不表 但是最近的这个挫折中 而且拜登那边呢 你看人家搞了个国情咨文 大伙反应也不错 此消彼长 好像在这七个摇摆州里边 有点拉平了 但华尔街日报 这是一个比较中间偏右的 这么一个报纸了 他呢 最后做出的一个民调讲 川普在七个摇摆中的六个 都领先拜登 特别是年轻人和少数族裔 对拜登的支持率下降 这都本来是民主党的基本盘 这个是很厉害的啊 等于呢 六个州赢 然后呢 一个州平 川普呢 是占据了优势 但是在这七个州里边呢 这个 我看啊 在这七个州中 拜登是赢得了 68%的黑人选民 48%的西班牙裔 和50%的 30%之岁以下的选民 这和以前已经差很多了 这和以前已经差很多了 说说在这几个州啊 把这个刷一下啊 在亚利桑那州 是川普47 拜登42 乔治亚州呢 打平了 一个44 川普44 拜登43 密西根 川普48 这个拜登45 然后在北卡 北卡呢 是川普49 拜登43 内华达 川普48 拜登44 在宾州呢 是川普47 拜登44 然后在威斯康辛 两个都是 46% 拉平了 当然他这个栏目是很多 项目是很多了 我说几个大的项目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呢 说到经济这一大块 两边的比较 川普的得分是54% 拜登是34% 差两成 这是很厉害的 这个是很厉害的 说到移民问题 和边境的安全问题 那川普得分是52% 拜登只有32% 又差两成 这一下就拉开了 当然呢 你要说到堕胎 那这个肯定拜登赢了 拜登的得分是45% 川普是33% 或者保守人士 还是很多的 另外说到 那作为一个总统 你的身体情况 和你的精神状态 谁认为比较胜任呢 两边的得分 川普是48% 拜登的得分是28% 大家注意 又是个两成 这东西是够厉害的 这东西是够猛的 所以说呢 这个华尔街今天的这个 它很长了 这个呢 得到了普遍性的转载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说到美国国会 这约翰逊刚才讲了啊 再次推迟了乌克兰援助的投票 原来说4月9号 现在已经明确讲 彭博的报道啊 美国国会不会在这一天 就援助乌克兰进行表决投票了 它整个这个文件的审议 被推迟了几周 你这就要了命了 也就是在俄罗斯的夏季公事开始之前 美国是不会把自己的武器送到乌克兰了 来不及了 根本就不可能了 现在这情况就这么严重 那你约翰逊这么干 行不行啊 惹恼了一个人 这就是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 他在前天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个 关于武器短缺 对乌克兰战争影响的机密情报 当然这还什么机密情报啊 这不是经济学人 对原来那个乌克兰军队的高官 包括马斯克这些人 他们都有不同渠道来得到一些现场的 真实情况 如果这样的话就崩溃了 你这玩意你又给推迟了几周 当时伯恩斯拿着这个情报 就警告约翰逊 说如果俄罗斯因为美国放弃支持乌克兰 而赢得战争的话 历史将严厉的审判他 对约翰逊进行了严厉的警告 但是约翰逊还是做出了刚才那个决定 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所以说这个呢 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呢 那个用朱肾移植到人体的那个手术 最后呢成功 62岁的那位黑人患者呢 一个老爷们啊 还挺壮实的 最后出院了 说到这个猪身上取下来的肾 是经过基因编辑 他去除了一些猪的有害的基因 加入了一些人的基因 降低了排异性 结果呢 本来这个62岁的这位病人呢 本来还有糖尿病啊 高血压 还有很多的这种综合症 这个五年前受过肾脏的移植 最后好像不怎么管用 结果呢 在麻省这个医院 接受了这次的器官移植 现在看一切正常 那全世界都在盯着这哥们啊 如果他未来一切就没事了 好人一样 这对全世界来说 比刚才所说的 所有这些计草讹斗的事 都有意义 这可是全世界的一个大福音了 找慎啊 找特别师啊 这各方面匹配的这个太难了 这个名单无比的长啊 如果这个就能解决的话 那就行了啊 那猪二哥卖卖力气 这个我认为全世界啊 这是一个大的福音 来吧 说说以色列和伊朗吧 种种迹象表明 一场有限规模的报复 就要上延了 先说第一个点啊 我总结了十个点 有消息报道 说中情局发出了开战48小时 倒计时的警告 什么时候得开始呢 说到以色列当地时间 4月3号下午5点 以色列媒体呢 他们做了一些消息的报告 说中情局向以色列传递了情报 明确警告以色列 伊朗可能会在48小时内 对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发起打击 4月3号下午5点 现在已经4月5号了 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呢 我查了查美国方面的新闻 要这么大的事儿 那CIA公开市井 那美国方面肯定也知道啊 可是看到美国的大媒体 在各大网站的版面上 重要的位置都没有这条报道 在中文媒体 好家伙大伙 山湖海啸的 马上就要开战了 兴奋不已 没有 这个我在美国的方面没有找到 应该说只有在以色列个别的 有点像自媒体的这种状态 有这么一个透露 所以说目前看 我认为这个消息并不准确 黎巴嫩媒体有一个叫阿尔梅亚迪恩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媒体 原来在以色列境内也有这个媒体 后来被以色列给轰出去了 就跟前两天把半岛都给停了 但是这个在阿拉伯世界 特别他在黎巴嫩 他和珍珠党什么的 他都比较了解情况 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一线的阿拉伯媒体 他呢做了一个报道 说伊朗在4月8号进行 那个打引号的立即报复 什么叫立即报复 这是哈梅内伊 伊朗最高领袖说的 他用的引用的这个原话 这个行动就叫立即报复 既然呢有这么一家正规的大媒体 有名有号的把这事给说了 结果这个消息是得到了 阿拉伯世界一些正规媒体的转发 这个看起来我认为比前面那48小时可能性 要更大一些更可信一些 这是第一啊 说到第二 内塔尼亚胡就在几个小时前明确表示 正在准备与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这是他办公室 他发出的这个消息 然后呢是有一些话了 说内塔尼亚胡呢等于婉转承认了 是以色列轰炸了伊朗在大马什格的 那个使馆的侧楼导致11个人死亡 这里边有三个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军 内塔尼亚胡讲 说伊朗一直在直接或间接的通过代理人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那以色列有权采取同样直接或间接的措施 来反击伊朗 为什么要针对这个 这是战争的起因 那作为伊朗认为 我那是我使馆的一部分 尽管是出了政府画的那个圈 但是那是我租用的 这是我租就在我旁边嘛 我使用的一个房子你给我炸了 你都炸我的外交使馆 那就是宣战行为 是你先弄的我 所以说我打你我属于自卫反击 是这么一个合情合理 他要把这个师出有名要站在手里 那内塔尼亚胡的回答也是 我不管你哪 你一直弄我 我现在当然有权力弄你 那我也是师出有名 这两个一直在争夺这个 当然这里边有个理 很多呢墙内的媒体都在那谴责以色列 叼盘带头了 你怎么能攻击对方的领事馆 那个使领馆呢 什么违反维也纳公约什么的 两国交战不展来史吗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问题是你不知道 这俩国其实根本就没有外交关系 在这俩国之间 维也纳公约根本就不适用 当然的 你说那个是由伊朗租用 或者是他使用的一个管设 我炸了你了 你可以视同我攻击了伊朗的领土 你可以这么认为 但问题是你伊朗支持的各种游击队武装 打我的领土多少回了 那我就老内说的 那我打回去也太合适了 因为你那里边都是军事用途啊 对吧 你为什么你三个大将在那里边待着 所以说这个呢 两边都在争这场战争的起因的名义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下面咱们把目光转向伊朗 这个格调就高了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给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三个大将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他现在捧着高高的 把这调拔得高高的 这全国现场直播 我看到了一些照片了 他那是真不瞒着啊 其中的那个就是相当于苏莱曼尼的记忆任者的那老头 那脸露着 那脸都是花的 都是疤了 他也没做什么美容 按说你这好 葬礼你是不是给化化妆美容一下 没有 他就要那个效果 让人一看这个老头得让人给祸害成什么样 那脸露出来都不完整的 就到那么一个程度 这是全情积分 他得跟伊朗老百姓有个说法 他们自己也讲 从10月7号以来 以色列是逮谁跟谁来 就叙利亚这一块 已经有18名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和高级顾问 在叙利亚的基地或者是市区被斩首了 已经弄了18个了 所以说呢 本来呢 这帮人以为在伊朗大使馆旁边的一个附属的楼里边开会 这应该是安全的吧 结果没想到 也让以色列给知道了 把他们给端了 所以说这个呢 人家已经把这事抬得高高的了 你要不做些什么 这脸往哪搁 对内对外怎么交差 怎么解释 这事呢 已经下不来台了 人家也是故意的 有一个伊朗的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 大家都关注我 那要怎么着啊 说德黑兰肯定被迫做出严肃的回击 以防止以色列重复此类的袭击 但是 这位高级官员对路透讲 报复的程度将是有限的 目的在于威慑 不会是全面的战争 可能会打一些目标来震慑你一下 以后你不能再这么干了 这是一个路透社的一个说法了 现在这是伊朗 那咱们再回到以色列 刚才是内塔尼亚湖 说到下边 以色列空军严阵以待 这是他的发言人讲的 随时准备应对伊朗和他代理人的袭击 以色列国防部已经召回了空军预备役的军人 全部回到空军 空军现在需要人 然后在最新 以色列军方在昨天的一个声明中讲 根据形势评估 当局决定暂时停止以色列国防军 所有作战部队的休假 以色列国防军处于战争状态 部队的部署将依据要求进行持续的评估 全员归队 准备打仗 这就是军队发出来的声明 这个是以色列这边的 然后咱们再看看以色列其他的一些综合式的一些说法 一些新闻 说以色列关闭了在数个国家的大使馆 怕伊朗报复 另外各大医院急救部检查自己的运作能力 恐怕要保持全速的运转 这医院都开始了 以色列国防部 他们做出了一个宣布 他讲没有发现伊朗正在准备 大规模袭击以色列的证据 没有看到这方面大规模的调动 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然后说以色列已经通知美国 如果伊朗从本土袭击以色列的话 将招致以色列直接攻击伊朗本土 从你那发导弹打我的话 那我就直接打伊朗的本土 已经通知美国了 而且现在以色列猛烈的轰炸 珍珠党纵身据点 因为知道只要伊朗是这个地区地头蛇里的老大 他一动手 那他的这几个小兄弟立刻就会群起公知 以色列现在讲我先干吧 现在先把珍珠党这边 我先给你料理踏实了 这是刚才的综合新闻 以色列现在整个的这个战争的车轮 现在已经开始启动 说到第六条呢 有以色列的公民 现在报告说 在特兰威夫 耶路撒冷等远离战区的大城市 他们没有办法使用用来定位的那些应用程序的服务了 就讲呢 以色列各地的定位信号都遭到了干扰 导致交通发生的延误 连送外卖的都送不了了 那我外卖 我输一位置 我按着那个纸的位置 到那一去 一看牛头不对 马嘴 这怎么回事 整个的GPS系统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呢 这是BBC的报道 说以色列呢 似乎正在加强它的警戒措施 大片地区的全球定位系统 被他们锁死了 来干扰导弹和无人机 也就是我把GPS 我锁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来了 你不会得到现有的这种系统的指引 来找到我这个位置 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 这都是现场都能看到 说到第七点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昨天通了电话 除了讨论加沙问题之外 当然把那个世界厨房的那只慈善机构 你一下把人车队给炸了 让拜登痛骂了一顿 最后把这新闻稿都直接往外转 要不然和选民没法交代 老内内也没说什么 这都臭骂一顿 然后白宫发言人 在昨天拜登和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见面中 重点强调 两个领导人讨论了伊朗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的公开威胁 拜登明确表示 面对伊朗的威胁 美国坚定的支持以色列 这个太得表 你不是打以色列 我美国 我是跟他绑着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两边的首脑见面 这两边这个要重复一下 另外美国紧急装备了1500件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尸的装备运到了一艘船上 叫查尔森号 然后这查尔森号立刻就离港 赶奔了以色列 一个尸的完整的装备就拉跑了 这里边有坦克有战车呢 什么都有 这家伙那人还没去呢 家伙事已经到以色列了 所以说已经开始为这场的攻击 已经开始在做最坏的准备了 说到第八点呢 就在伊朗前两天宣布展开 它那个立即报复行动之后 结果伊朗在南部的两个军事基地 突然遭到了武装袭击 4月4号的凌晨 在伊朗的东南部 有一个叫皮露之斯坦 这么一个省 这里边向外界发出通报 他们这个省的 下面有一个叫拉斯克市和恰巴哈尔市 两边的军事总部 军事基地遭到了武装攻击 打得还挺猛 结果导致三名伊朗士兵死亡 当然了你说这事谁干的呢 是以色列干的吗 没有证据 也没有人承认 反正这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那有很多媒体不明所以 当然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一场冲突 一个攻击了 伊朗内战开始了 这哪有什么内战呢 你听说死仨人的内战 哪有这么回事 但是呢确实让伊朗这边一看 这里边还有牵制作用 这里边和整个的大局都是连着 再往下第九条 伊朗领导的这个所谓的抵抗运动 他地头舌 下面一帮小弟 他们叫抵抗运动 他们搞了个圣城讲台 不定期的大伙要在这聚一聚 昨天聚了 聚在这里边那具体说啥了 人家不告诉你了 然后呢主要是说了一些虚头马脑的 登出来的都是一些虚头马脑的 有伊朗总统 黎巴嫩珍主党的头 哈马斯的头 就那哈尼亚 然后呢也门胡塞的头 伊拉克巴德尔组织的头 都表了决心 跟着老大 你要一声吆喝 我这手里有什么都扔给他 咱们一块干 这个已经做了这个了 受整个伊朗发生要打击以色列的这种鼓舞 这边哈马斯 然后约旦河西岸 那儿也有一个巴勒斯坦圣战组织 那个恐怖组织 也公开发布视频 我们也要干 你看整个这帮人 人家整个叫阵 人家这个阵势都已经展开了 现在呢给大家总结这九条 这么多现实的新闻 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找来的 我有这方面的渠道 我是好几个网页 可能平时不是很多朋友关注 今天都派上用场 我给大家都做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汇报 您判断要打不要打 这件事会不会开始 下边就说我们的第十点 但对于伊朗来说 他们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他们确实有一个战略困境 你现在把事情搞得这么高调 老百姓也游行了 然后葬礼也办了 最高领袖下边的总统什么的 这一系列人这个狠话也都说了 然后小弟的动员也都做了 那你没动静 这恐怕下不来台吧 他们是一定要进行报复的 但怎么报复就成了一个难题 从伊朗讲肯定不愿意 最后变成大打出手 好你把以色列给着急了 F35过来把你炸一烂七八糟 那你把你经济打回时期时代 他们也不愿意 本来伊朗内部就已经 这个老百姓蠢蠢欲动就不满了 你想这会儿打一烂七八糟 这怎么弄啊这个 他肯定也不愿意了 所以说在这两者之间 就导致他的报复的手段和范围 就相当的狭窄 就不是那么特别容易 我看有外界媒体 包括路透啊这些媒体评价 说伊朗最有可能的报复呢 就是利用黎巴嫩珍珠党 或者是叙利亚或者是胡塞 用火箭或者是无人机 去攻击以色列 大家注意这东西都不是从伊朗本土出去的 东西是他给的 打的是他的东西 但是呢不是从我本土出去的 那你就不能攻击我的本土 可是大家想 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怎么体现这是伊朗做出的报复呢 胡塞武装 黎巴嫩珍珠党 给人设点东西 这是来自伊朗 那是你最高领袖说的 那叫立即报复的那个行动计划 你这事对内对外怎么交代呀 怎么解释呢 我认为这个他有点说不清楚 但问题是如果伊朗亲自下手 从本土直接用大号的导弹攻击以色列 就凭着以色列那有仇必报的暴脾气 那他一定会还击 刚才说了啊 他已经通知美国了 还击了 那时候伊朗又怎么办呢 你要不要升级 你一升级 你会招来更猛烈的还击 那你要怎么办呢 这个恶意螺旋就开始 到这儿呢 综合总结啊 前两天当我对这场可能爆发的战争 做出预警的时候 很多朋友在留言里边还不以为然 现在看 刚才说了啊 这事都举得高高的了 以色列已经把全体的啊 休假的人都叫回来了 已经沿着你带了 看来这场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也可能是一个冲突 也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程度会如何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战争的魔鬼一旦放出来 从瓶子里出来 他就不由着你了 人们就很难去控制他再把他塞回去 大家看原来一战二战的历史 原来谁也当初没想事后打成那样 尸山血海干好几千万人 谁也没想那样 都是想有限战争 吓唬一下就得了 但最后一个个的身不由己 一步一步被拖进了这个深渊 谁也没想一开始那样 所以说这场战争或者叫冲突 咱们重点关注 就是黎巴嫩这家媒体报的4月8号 我认为今天 今天还在他说那48小时之内 我认为这可能性有点不大 这可能性有点不大 现在看包括拜登和习近平那天的无预警通话 我认为还是坚持和这个事件是有关的 和这个事件是有关的 你想4月1号夜里伊朗最高委员会定的 4月2号的凌晨 天还没亮的时候 通知到了美国 我们要这么干 然后4月2号的晚上 他和习近平进行了通话 你不能告诉我这是巧合 所以说4月8号 真的是有可能再开一摊 再开战场吗 咱们一块拭目以待 这事还真够 真够危险的 这件事并不乐观 来吧 下边说说中美关系 说说耶伦到北京先礼后兵 耶伦昨天到了广州 这马上就要到北京 重点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具体说什么 中国的电动车电池 太阳能板 中国的新三样 半导体 以及其他制造的产品 正在向全球的市场进行倾销 很多产品的价格导致全球价格暴跌 对其他国家的这些厂商 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说这个呢 不干了啊 等于耶伦这次来有点替欧洲说话的劲儿 不光是美国了 他对欧洲这边 他好像都有个承担 这次耶伦呢是有备而来 警告中国向世界倾销这个新三样 他说的是什么 你政府不能这么补贴啊 你在里边给他大量的补贴 然后呢 创造了这么一个庞大的过剩的产能 那全世界受不了 你不能给他补贴 我们不处于一个平等的竞争的状态 所以说准备就这个呢 向中国施压 耶伦呢 这几天一直强调 说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严重的损害了美国的企业和工人 也伤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 本来这三个新兴产业 你要这么干的话 那别人谁也别干了 咱不能这么玩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耶伦在广州的时候 有很多外国媒体就追着他问呢 那你在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 这是管事的吗 对口的 会不会谈到征薪关税的问题 耶伦呢 昨天倒没说 不过呢 耶伦表示 拜登政府之前已经决议通过投资税收 来抵免发展美国在电动车 太阳能和其他清洁能源上面的供应链 什么意思 我要向你征高税 然后把这些高税补贴给我本国的电动车 太阳能和电池产业 这个之前新闻我们报过啊 甚至呢 几大车厂给拜登提的计划 那个关税是25% 欧盟呢 也认为这事儿比较恰当的 他们也准备跟 一下这25%基本就拉平了 所以说这次来 他要求中国政府你必须采取行动 取消政府补贴等等这些东西 否则的话 美国将以高关税来保护自己 这次来 就是先跟你说 跟你商量 先礼后兵 咱们先好好说 好好谈 不管用的话 那拜登的关税战就会开始 而且欧盟也一定会跟随 所以说说到这个啊 这个就是谈一个具体的事宜 这里边说到前两天 拜登和习近平谈的 实际上说来说去啊 重点一个是俄罗斯的问题 一个就是过剩产能的问题 那这次啊 过两天布林肯去 说和俄罗斯的问题 估计也没用 过两天拉罗夫去 然后普京就先来了 那你布林肯来不来的 也不吃劲啊 那个不管用 关键是这个呢 咱们谈贸易 有事说事 这里边不存在 谁跟谁随境妥协的问题 商量的来就来 商量不了 我们回去就加关税了 这就是这么简单 另外说到呢 拜登这边是刚放下电话 那边就下狠手 刚和习近平通完电话 结果美国政府这边呢 有一个最新的新闻 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负责出口政策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就讲 下周一 他要去荷兰和荷兰政府 包括阿茨默公司的高管 进行会面 讨论服务合同的事项 之前那不让卖 那已经都定了 那个不谈 那个都已经商量好了 关键是整个服务这一块 你到底怎么着 商务部副部长 下周一要和荷兰 要把这件事给他敲死 到现在看呢 荷兰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 没有达到美国所预想的那个程度 所以说呢 下一步就要禁止给中国的先进芯片提供服务 那这次你们去定什么呢 干不干这件事是没有商量的啊 之前给大家分析了 那阿斯莫公司里四成以上的专利都是美国的 美国有长臂管辖 我说这些东西不能落到中国人手里 我不让你弄你就不能卖 就这么简单 这不是说 你还不乐意了 甚至我不愿意在荷兰 我要搬到法国 你搬到哪儿去 你也得听我的 这事他跑不了 那现在干不干不是问题 现在是怎么干 重点商量的是这个 他讲呢 我们要确定哪些维修属于重要的 哪些售后服务维修服务是不重要的 我进的是那个重要的 那个不重要的 700台光刻机呢 各个档次的都有 我不能都停了啊 都停了那家伙好几十亿 那谁受得了啊 而且呢 阿斯莫公司来了个大违约 人家会告你的呀 那就不是为了安全 不是去风险 你等于连根拔 那人家也受不了啊 所以说阿斯莫公司呢 咱俩商量一下 就上面那20% 或者是10% 你这事不能干 剩下的你该干嘛干嘛 这次去就是定这个 所以说别的呢 你就别想了 肯定干 这件事是没商量 关键是干哪块 这个呢 人家具体要拉个单子 所以说这个呢 你看那边刚放完电话 有用吗 一点用没有 大家别忘了啊 这个拜登 当时习近平跟拜登 就说两件事啊 是瞪了眼的 一个是台湾问题 我们一定不会听之认之 另外就是高科技封锁 我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这都是威胁性的语言 你看有用吗 一点用没有 另外呢 彭博社的消息 美国要求韩国同样收紧 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限制 限制高端的逻辑和储存芯片 制造设备和技术流向中国 包括14纳米以下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那怎么办 说到三月底的时候 美韩两国已经谈完了 这事已经定了 不是干不干的问题 这已经定了 然后呢 美方希望啊 在今年的六月份 在G7峰会之前 就彻底达成协议 我给你三个月的缓冲期 你把这事该停停 该干嘛干嘛 我给你撒跃时间 听合理啊 就这一般就是给撒跃嘛 所以说韩国这块 这个短板也补上 那到这个地步 一个是耶伦去 打上门去 跟你商量过剩产能 这事不行 我就加税了 那就没什么商量了 按说这事 说到什么电动车的事 这谁的活 这是雷蒙多的活 这是美国商务部的活 财长到那去 跟人家说电动车的补贴问题 这是你的工作吗 这不是你的工作 可是为什么 你这事本来应该雷蒙多去 为什么老太太去了 因为雷蒙多已经没法去了 已经撕破脸了 雷蒙多想天天想 我们哪还有不安全 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 前一阵在菲律宾说 那话也就说满了 雷蒙多去 人家已经不欢迎了 现在唯一还能说上话的 这这老太太看着挺谦卑 但她没那个意思 只能是耶伦来说这些事 这本来这都是跨了行业 他抢了商务部的饭碗 这本来不归他说 但别人已经说不进话去 这是最后的机会 听还是不听 不听就拉倒了 最近有这么一个提法 说中美两国在这次通话之后 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法 叫管控下的对立 这是美国需要的 美国两边对立 那是肯定的了 我需要弄一些护栏 有一些管控 习近平在折腾了几下 不情愿之后 最后还是基本都答应了 军队也通上话了 然后呢 耶伦这不是也去了吗 这个中一般的交流 还都保持着各种渠道 这就是美国要的 但是对立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啊 但是呢 现在进入到了一种管控的对立 德国之声啊什么的 他们写了好几篇这样的文章 那中国呢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们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向美国提出 我们让投资回来 要求美国不要支持台湾 要求美国退出南海 不要再管我那边的事 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要求美国允许中国购买 你不能说顶级的了 差不多的芯片 包括这次的光刻机 你不能对我那么收拾我 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但是呢 你仔细看这些要求 实际上应该给他改一个字 应该叫请求 中国现在向美国要求这么多 为什么向美国要求 因为所有的主动权 全在美国的手里 投资 台湾 南海 关税 芯片 高科技 所有这些东西 中国都在向美国要求 为什么 因为全在美国的手里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了请求 因为美国不给的话 中国完全没有反制的手段 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说到当年的冷战 美苏之间可不是这么一边倒碾压的态势 苏联是很厉害的 那美国可以说两边势均力敌 各有顾忌 可是你看到中国现在对美国提出了这么多的要求 为什么 因为都在美国那 因为你还真没辙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一个被摁在地上摩擦的一个状态 说到台海南海 你都得要求人家 人家不走 你能怎么着啊 所以说现在你手里已经没有牌了 他现在手里最大的牌 一张叫俄罗斯 另外叫不叫伊朗 这还单说着呢 一个俄罗斯一个朝鲜 朝鲜还只能算半张牌 现在也不怎么听他的了 所以说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乌克兰战争 这是应该说习近平唯一的存在的价值了 别的已经没有什么能拿住人家的了 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来吧 咱们简单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 说两个小新闻 有朋友给我来信 说有这么一个小孩 没清目秀的 说了几句实话 说我爸是农行的行长 我妈是副行长 然后呢 我长大了 我想继承我们家的家产 我爷爷原来就是行长 你看这一辈一辈 我长大了 我的梦想是这 结果这个呢 在这个各个社交媒体呢 引起了广泛的传播 当然后来呢 人们觉得这样也不合适 把小孩呢 给弄上马赛客 墙内呢 农行他自己在查呀 这谁的孩子呀 可能是要处理呀 还是要怎么样吧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怎么评论呢 首先小孩嘛 同言无忌 这个呢 作为批评这小孩 或者什么 谴责这孩子 我认为这个 这件事是毫无意义的 孩子呢 就是用他单纯的认知 说了几句大实话而已了 说到这种的 我爷爷就是行长 我爸我妈还是行长 后来证明不是 他妈不是 然后我长大了 我要接我们家班 我要继承我们家家产 这种东西 在中国的这种 当级社会里面 难道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说到孩子的这套说法 是由整个社会的文化 和思维模式决定的 难道不是吗 像这样的孩子 你告诉我 中国有多少 难道不是都一样吗 这只不过这孩子说的呢 说的农行行长 都是我们家财产 他是继承我们家家业 说的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惊悚 比较好玩而已了 说到这是一种 在中国国内的一种文化 这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 其实很多骂这孩子的人 实际上只不过自己 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已了 是有点吃不着葡萄 酸溜溜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那你说在中国未来怎么解决这问题 要不然原来我们一直讲 只有什么基督教才能救中国 这整个原来从儒家 不能叫儒家了 儒家原来有教无类 什么的 人家原来还挺平等的 最后到了儒教 那个就变了 自从董仲书他们之后 特别是清朝搞的那一套 礼教礼学 那个就全都变了 整个的这套等级制度 被共产党又强化了之后 你看看人家那高干病房 你看看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你看看北戴河那个特径区域 人家那帮高干子女 人家享受的是什么待遇 那是国外的这些什么总理啊 什么什么什么总统啊 退休了以后 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生活 在中国的这种特权阶层 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呢都想往上蹦 能不能蹦到金字塔尖上 都想挤进这个阶层 所以说怎么能连根拔出这个 必须要彻底荡敌这个文化 要用什么基督教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 要用等等这样的文化 彻底洗涤这个社会 这个是非常可怕 说到这个小孩啊 只不过说几句大实话而已了 所以说这个呢 你谴责小孩有什么意义啊 说说另外的一个呢 有一点争议啊 这个清明节 很多人呢又去悼念李克强 我看我平时关注的蔡老师呢 他讲 说在合肥的卢阳区洪兴路 我们都知道那是故居嘛 说竟然来了有近三百万人去献花 最后呢 地上一张垃圾纸片都没有 大家都很注意了 然后合肥的出租车司机 只要你去洪兴路的都免费搭客 有很多花店的老板呢 成本价啊 白玫瑰啊 菊花什么的 这个就另外很多啊 这个超市的小老板们 把各种矿泉水都摆在路边 大家自觉扫码 不扫码拿走也成啊 就这种的吧 后来我对这件事 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三百万人是什么概念 你别说一百万人啊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 百万的就是六四 就是学运的时候啊 咱不能说六四了 六四是最后那天了 之前学运的时候 有过几次百万瞬间 平时也就是几万人 人一过万已经无边无厌了 百万人是什么状态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什么概念啊 就我记得有一次是 四二六社论的转天之后啊 那边包括什么中央电视台 赵忠祥他们一帮人呢 把那假发摘了 举这个横幅一帮人 各方面啊 从长安街东西两侧 从前门大街那边都往那广场走 当时走到那去 哦那个有啊 那个可能是有的 几十万上百万的状态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 我不知道谁给蔡老师的这个消息啊 三百万人去献花 合肥有多少人呢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有些过于夸大了 是有人去献花 而且那个场面 我后来看了一些照片 花也是不少 说明人们呢通过纪念这个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李克强总理 实际上所有的都是对当朝的那个叫习近平的 是一种暗讽啊 是一种表态啊 是人们对他的一种痛恨啊 实际上你说真的是特别赞颂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吗 实际上李克强真的也没干啥啊 就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戳破了这个盛事的泡沫 就六亿人不到一千块啊 这个就已经可以写在墓碑上了 盛事里边还有这么个小男孩能说啊 你这个盛事是光屁股的 是没穿衣服的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啊 他的压力当时确实也不容易 但是呢说到这种纪念 我认为没有到这个程度了 我认为没有到这个程度啊 来吧咱们说说经济学人 他的这篇文章呢还是比较尖锐的 中国经济现在目前处在这么一种停滞啊 完全甚至是崩溃倒退的这种大萧条的这种状态 那这次的两会呢 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把这个作为一个解方 把这个作为一个摆脱困境的一个计划 他认为这个呢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整个的这个计划大错特错 最终会让全体人民失望 甚至会激怒全球和其他的国家 怎么就说到这个程度 因为你心智生产力不就那新三样吗 耶伦来干嘛来了 不就给你打上门来 咱们俩要掰扯掰扯这事儿 你不能这样 好家伙你向全球倾销 你这么弄的话 那我们那些厂子就全死了 所以说那个那只能给你加税了 就是这个道理啊 经济学人这篇标题的文章的题目叫 习近平摆脱经济停滞的错误计划 大错特错 他讲呢所谓的什么心智生产力的策略 回避了透过大规模消费刺激来提振经济的正常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怎么能给经济活力 你得让老百姓增加收入啊 老百姓有一个安全感 有一个可见的预期 然后呢又增加了收入 大家都敢花钱 敢于贷款去借钱 这一下子大伙全活了 这个是人们正常的一种刺激经济的做法 他回避了这个 那他怎么做呢 他希望以国家力量来推进先进的制造业 传统的都不要啊 以制造高生产性的工作 来保证让中国呢 自给自足 免于美国的卡脖子 然后中国呢 特别说到啊 新制生产力 电动车 电池 生物制造 上在说的太阳能 包括无人机啊 这些 以这些为基础的低空经济的黄金年代 要打造一个这个 经济学人呢 他根据一些资料 他做了一个估算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年投资额 您知道要达到多少 达到1.6万亿美金 1.6万亿 那就要乘个七点几的话 我估计那就十万多亿人民币吧 十万多亿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是整个这一年总投资额的超过百分之二十 是五年前投资的两倍以上 相当于去年在美国的企业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 而且呢 这些东西由国家投资 而且国家会给予大量的补贴 来拼命的推动他要的这个新制生产力 他说这种情况 这个刚才讲了啊 这个经济学人说 你整个是大错特错 他说一个错误 你根本忽略了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的占比支出 在整个GDP都不到40% 只占37% 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标准 你问题是你得恢复消费者的信心 增加消费者收入啊 这个他不这么走 习近平不接受这个 他不愿意给那个房企纾困 另外鼓励年轻人号召大家要吃苦 他说这个本身就是违背经济学基本常理的 他说这个根本就是错误 他说第二个呢 在前面那个基础上 你投了1.6万亿美金 这么大的投资额 产生的这么多的 刚才说的这新几样这些产品 可是内需这么疲弱 老百姓是买不起了 那怎么办呢 就得出口 可是遗憾的是世界已经没有 2000年代的那个自由贸易的格局了 而且你这么干 美国也知道了 这不是欧洲也知道了吗 你这还没开始呢 那耶伦就上门了 你可不能这么来 你要这么来的话 那我就给你加税了 我一定要挡住你的这些产品涌进来 欧洲也一样 所以说呢 内销 你内销 你老百姓不给大家钱 买不起 然后指望着外销 外销 刚才说了 人家大伙又不干 会导致全球的愤怒 你砸全世界的饭碗 那人家肯定是不答应了 所以说 说你这个根本就没有前途 你造一些这玩意儿 就跟他弄1万亿 最后弄芯片 最后全白扔了 然后呢 1.6万亿美元来干这个 你最后你也是白扔 你也是吓到乱 另外呢 他讲 有一个错误 就是习近平对企业家这种不友善的观点 现在呢 就基本上啊 这什么担心被逮捕 被整肃 这个呢 外商 非常的警觉 资本外逃 富人外移 另外很多人呢 基本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他认为你现在搞的那个摆脱经济困境的计划 错上加错 而且会最后取不到结果 最后让老百姓很失望 很愤怒 最后还惹了重怒 全球各国家都跟你急 所以说这是经济学人说的这个 我认为说的是比较准确的啊 另外说到另外一篇文章呢 说到习近平正在走进美国的 世纪战略部局中 他在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 走进了当年苏联的那个陷阱 说的是什么呢 主要这两个坑 一个是军备进战 一个是人工智能 这个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竞争主题 也就是两个大坑 现在中国的经济呢 现在肯定是坏了啊 要进入所谓的失落的十年 是不是十年 这都没人知道 关键是习近平受中国强势 崛起的中国梦的这种制约 放弃了韬光养晦 准备取代美国 然后被引入了那种军备竞赛 拖垮财政的这个陷阱 现在大力的投这个远洋海军 另外呢也仿效美国部署全球 到处弄军事基地 巨资投入太空的争霸 舰航母各种导弹等等 要和美国来寻求对抗 这里边呢 这个印太司令 阿奎利诺将军在国会的作证 他讲呢 就在过去这段时间 中国增加了400多架 顶级的这所谓的这种战机 20多艘战舰 导弹的库存翻了一倍 核弹头2027达到700 2035达到1500枚 所有这些费用是非常惊人的 这些刚才说的啊 这都是要花大钱的 他说啊 2024他的军费呢 是增加七点几 算到美元是2332亿美元 增加7.2 但是他的其他的那些 隐含着的军费啊 民用军民两用的 那费用是非常惊人的 另外刚才说到维稳 说到一带一路 特别是在南海 你以为南海那些小岛 在那那么扔着 那有几百条船 天天在那转悠 那都是要花大钱维护的 在海里那东西 那是非常容易腐蚀 你得有靠大钱在那支撑 在那维护那些船 包括没事 老跟台湾在那那么较劲 那你说了 那天说了 那天创造了一个 今年三月份以来的最高 一下20艘 20条 那个20架飞机越过中线 正好那天台湾地震 那你说那天是不是赶巧了 那你说昨天 那已经地震了 台湾那已经这样了 结果夜里又有三架战机 越过了中线又去扰台 然后有十多条船 也再次干这种事 这就不是巧合了吧 你这时候 你给人家在山口上撒盐 干这种事 你什么玩意儿 本来国军 本来去帮助去救灾去 结果在这还得看着你 你什么 你什么意思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 故意不故意 他就这样 到现在呢 你想这么大笔的钱 现在各个什么省啊 什么各方面早就都资不抵债 公务员纷纷奖薪啊 什么奖金什么基本都没有了 结果在这方面 你一下花了这么多钱 什么航母导弹 刚才人家那个阿奎利诺司令 说的这些事 等于你又走入了当年苏联的那个军事竞赛的那个可怕的陷阱吧 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 又再现了那一点 你之前好像花了俩钱 他也不在乎 他也不在乎 但问题是现在你整个国家没钱了 你怎么来支撑维护这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AI 就说到人工智能 这个大坑 这个大坑呢 人家美国本来就小院高强 人家对你就有所封锁防范 然后中共自己封杀了境内所有可用的庞大的数据库 他自己就自断生路 他都不让用了 数据库不让用了 然后呢 现有的啊 人家那种AI各方面也不能得到批准 所以说也不让用了 等于他自我封锁 使中国的人工智能变成了世界孤岛 那你能有多大的出息啊 在这上面自力更生呢 不就找死吗 所以说这个啊 将来呢 这下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是第四代产业革命啊 如果这方面你要不行的话也完了 所以说呢 有专家指出这两点来 特别说到最近中国啊 因为军事竞赛 最后走进了对方的 你也不能说对方设计的了 习近平自己就要往那儿捉 他自己他就要折腾这事 所以说大家看啊 当年苏联的那一幕又上扬了 今天呢 乌克兰方面的新闻不多啊 今天呢 就不跟大家聊乌克兰方面的事了 来 咱们跟大家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 我们的老朋友谢谢你啊 4月8号是日全时的日子 是大凶之兆 看来战争真的腰恶化了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一会我查查啊 还有这事呢 好家伙那是人家故意的吧 不知道啊 这这够厉害的 归去来袭 说地震发生后的真实情况 绝对不能让中国人看到 如果看到别人依旧安居乐业 没有想象中的栖息惨惨一片混乱 这就是打脸了 说到中国人这种心态呢 确实啊 有这种气人有笑人无啊 有这种这种丑恶的这种心态 看见别人比自己好 自己呢 心里一肚子邪火 然后呢 这时候都去通过辱骂 通过这种各种冷嘲热讽 攻击别人 自己来获得一点可怜的心理平衡 这个呢是有了 这个咱们都知道了 无言说日本的钢铁业 已经重新从中国夺回了王冠 不这可不是同一件事哦 日本钢铁业夺回来了 韩国把造船业也夺回去了 原来世界造船 中国那农民工多呀 你想那船那都是钢花滚滚在那电焊 那啥活靠着那种非常低工资的那种优势啊 中国的造船业那是钢铁要过剩 结果这活愣让韩国让人给拿走了 韩国人家的订单上升为世界第一了 你就可以知道整个这个世界工厂在快速的崩解 硕 谢谢您的支持 在言论自由的国家 媒体天天挖政府的窗疤来找麻烦 反而能避免国家一条道走到黑 没错 第四权 这就是媒体啊 它的地位 你有三权 第四权是和三权是并列的啊 那是当然是非常厉害的 王涛 说美国哪一届选举没有各种分裂的问题呢 没分歧还叫民主吗 当然呢 最近这两三次选举呢 有点到了 有点到了算总账的地步 说到自由派那边呢 一直强调政治正确 原来老讲什么叫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背后的两个字就叫平等 什么叫政治正确 这事儿保证没错 咱们就平等 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的社会 好几百个民族啊 各种肤色的人 大家齐聚一堂 强调平等 这是相处之道 所以说政治正确 这件事儿本身没错啊 好多人一说政治正确 就特别反感 那难道你认为政治不正确才对吗 那不可能的嘛 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政治正确 说到奥巴马以后啊 克林顿那时候还不是特别险 从奥巴马以后这事儿就上升到极端政治正确 你不能绝对平等 因为各个文明种族文化之间肯定会有微小差异 正视它 面对它 尊重它 这个是没毛病的呀 你像我们这新西兰这儿有一个比较原生的毛利文化 我们大家很珍惜 因为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原生文化 活化石啊 你能不珍惜吗 但你要说把毛利人和主流文明拉平 我们绝对平等 那帮人连数都不会算 那你说怎么平等 政府里边也得有他们的人 大公司里也得有他们人 那非得搞一个人数的对等 那干活嘛 医生里也必须有 兽医里也必须有 那你这质量怎么保证 那个就叫绝对的政治正确了 极端的政治正确 这也就不能接受了 我一直举这例子 加拿大的弟兄拍嘛 政府包括一些大商场 原来一到圣诞节 小圣诞灯啊 然后播点那个声音很低的背景音乐 铃儿响叮当 那不挺好的吗 大商场里那一老爷在那哗哗哗 小朋友坐腿上还能照张相 那不挺好的吗 结果现在都不让弄了 为什么呀 那佛教呢 伊斯兰呢 凭什么只能你基督教的这个过节 那你就不讲理了 人家这本来是一个基督教文明背景的国家 你要绝对平等 那就是极端政治正确 那就是 那不能说邪教了 那也差不太多 就跟当年把孔子的儒家 到董仲书变成儒教 然后到诸习以后变成礼教 那就活不了了 再往后 那就小寡妇改嫁 那那老八股们就什么都管 那你就还活得了吗 所以说这个就极端的 走到这么一个程度 那就到了文明已死 我们就看到清朝的时候老照片 那中国文明就就混到那么个地步了 原来不那样 原来真那样 你能产生未清获居病吗 对不对 你能产生像李世民啊等等那样的一些英雄吗 他是不可能的 但是走走走就走到那了 美国是不是这么一状态 确实是到了算总账的地步 已经到了一种政治正确教的地步 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这就导致了那些保守派人士 宗教人士的强烈的反弹 这两年为什么撕裂的这么厉害 所以说这个呢 我认为是到了一个最终要说说的地步了 包括呢 对那彩虹旗啊 对变性啊等等 我们尊重 那怎么不尊重呢 但你给台那么高 你这玩意就受不了了 甚至高于正常人 你这就变态了嘛 所以说那个就不能 跟我们一样 大家和平相处 彼此尊重 平等相待 那个是对的 但是呢 好家伙在白宫专门在那一天 我们在这有一个日子 我觉得这事也不是太合适 而且那天还巧了 又和复活节 又又撞车 确实让很多人觉得很伤感情 你一嫌 以色列就该如此 不然只有挨打的份 这次呢 反正炸这个楼 我认为是有一点欠考虑的 是有一点小茂事 这你要说 能咋地 我认为也不能咋地 但是呢 把情况搞得有点复杂化 如果刚才我说的那个恶意螺旋 真的发生的话 那你拉法还打不打 那下边的事怎么办 本来是先凭哈马斯 再凭珍珠党 胡塞那个好办 然后呢 一个一个把它都平了 伊朗就不敢动了 可是现在整个的大局要出变化 这事是要有问题的 TikTok 说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都是党教育的 小孩说了大实话 我党受不了了 怎么庆瞎说大实话 是啊 是要做接班人 来着 人家孩子也没说别的 我们就是要做接班人 我们要继承家业 结果给说漏了 这不能骂孩子 这跟那孩子没有什么关系 跟那家长也没什么关系 整个的社会文化 就他妈这玩意儿 他就这样 这也没什么好惊奇的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 我们在明天的同意时间 不是 我们在周日的同意时间 再见